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报道 由于受到地形 气候等限制 在直升机实施当日仅找到三具尸体 29日洛杉矶郡医学检验局发表声明 表示已寻货另外六具遗体 搜救人员表示 此次的坠机事故 强烈的撞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力量 因此现场残害 四散区域非常大 洛杉矶警方调查指出 COBE乘坐的直升机坠毁前 曾在2300尺高空高速下跌 极不寻常 由于直升机没有安装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 令调查难度大大增加 COBE曾五次获得NBA总冠军 被广泛认为是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国知名人士和其他体育明星纷纷发表悼念 很多人对他的突然离世表示震惊 COBE恪守对于篮球的热爱与激情 正如他在解释选择24号球衣时说到的 24号的含义就是每天有24小时 我要求自己把所有的精力都注入到篮球之中 如果不能做到全身心的投入 那么我就不再是COBE了 他还凭借《亲爱的篮球》获得2018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这部五分钟长的电影改编字 他在2015年写给这项运动的一封情书 英国首相约翰逊于周二表示 允许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有限度参与英国的5G网络建设 美国早前一直向英国、德国等盟友呼吁 不要使用华为的服务 英国至今没有响应美国的号召 约翰逊28日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表示 容许华为有限度参与当地的5G网络建设 对不敏感的部分参与上线为35% 同时希望让其他供应商参与避免过度依赖 英国当局相信有关措施能减轻供应链的潜在风险并应对各种威胁 政府将寻求尽快立法落实措施 文化大臣莫利奇表示 有关决定解决了英国现在面临的挑战 华为副总裁张建刚表示 英国政府的决定让华为感到放心 他表示英国政府的决定是基于证据 该决定会使英国继续使用世界领先的技术保持竞争力 他强调公司会继续与客户合作 确保5G推出的步入正轨 希腊国会于近日选举萨克拉·洛普鲁为该国新总统 他将接替即将卸任的现任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成为希腊历史上的首位女性总统 据法新社2020年1月22日报道 希腊国会于22日选举 希腊最高行政法院女院长萨克拉·洛普鲁为总统 这位准总统将于3月13日宣誓就职 她是希腊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 国会议长塔·苏拉斯表示 294名国会议员中261人支持63岁的萨克拉·洛普鲁当选总统 萨克拉·洛普鲁是国会史上得票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之一 萨克拉·洛普鲁在讲话中表示 希腊总统的选举显示了希腊在性别平等方面发生的变化 体现了国家司法的进步和对现代希腊女性的认可 她指出期待着一个治愈过去创伤 凝视当前挑战乐观展望未来的希腊社会 并保证将寻求最大共识 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 总理米佐塔基斯称赞其为伟大的法官并团结了所有希腊女性 是希腊民族团结的象征 他同时表示 萨克拉·洛普鲁的当选标志着希腊进入了新的时代 以为未来打开了一扇窗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祝贺萨克拉·洛普鲁当选为希腊首位女性总统 并表示 希腊正在进入一个平等的新时代 萨克拉·洛普鲁出生于1956年5月份 属于无党派人士 出生于法律世家 他在希腊司法系统工作将近40年 2018年10月份当选为希腊最高行政法院国务委员会主席 也是希腊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院长 第25届法国卢米埃电影奖28日举行颁奖典礼 由来自全球40多国 共130名记者所组成的卢米埃奖电影学院票选 表彰去年表现杰出的法国电影及从业人士 提名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悲惨世界》 一举夺下最佳影片、最佳剧本 以及最佳新进男演员奖等三座大奖 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悲惨世界》是法国新锐导演拉德利的首部电影 被誉为2019年法国电影史的最大惊喜 去年底在法国上映及造成轰动 迄今创下超过200万观影人次 拉德利虽同时也拿下本届卢米埃电影奖最佳剧本奖 但她因为已赴美参加奥斯卡系列活动 并未出席颁奖 《悲惨世界》自砍成影展夺下评审团奖 便广受瞩目 除再多欧洲电影奖、提名金球奖外 法国票房甚至超越金棕旅奖得主、寄生上流 有趣的是 这部新片《悲惨世界》的拍摄地点 正是法国文豪雨果写出同名俱著的地方 该片以截然不同的两场街头运动作为开场与结束 开场的举国欢腾 法国首度赢得世界杯冠军 人人不分彼此 街头疯狂拥抱 结束落幕在巴黎暴动 一夜狂欢后 肤色与阶级终究还是这个社会难以回避的问题 全篇剧情高潮迭起 出人意料 获军宗理奖 明导麦克摩尔力赞是黑暗时代的良心之作 更代表法国出征2020年奥斯卡 顺利入选最佳国际电影 离2020年夏季奥运会还有六个月 但是很多有关这场国际赛事的营销工作 已经提前起跑了 拥有奥运会转播权的NBC与Snapchat完成续约 将在美国每天报道比赛 两家公司之前曾经合作过 包括2016年的夏季奥运会和2018年的冬季奥运会 不过据Valty表示 今年的协议确保将提供更多的内容 NBC计划为Snapchat制作70集以上的视频 约是2018年的三倍 每日四集的原创节目将包括额要重播 近乎及时的报道 以及美国队的文化和简介 并且所有节目皆将以垂直的长宽笔显示 NBC奥运会主席Gary Zenko表示 制作这类内容曾经被视为营销活动 旨在引起人们对奥运会的兴趣 他续称 那是与Snapchat建立合作关系的目标 同时双方也将因此获利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的焦点新闻 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